我们就要准备带来今天我们立美文化艺术传 最后一支曲目了 最后一支曲目呢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来自呢 泰鲁阁族的舞蹈 过去呢泰鲁阁族的男性到底要如何才可以结婚 这边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过去呢我们泰鲁阁族男性 如果呢想要好老婆的话 婚姻的条件首要条件哦 首要条件是必须有猎手过 还有呢具有高超的狩猎技巧 也就是呢要有狩猎过 还有呢就是有猎手过 我们的男性泰鲁阁族男性 他们呢才有资格在我们的脸上进行纹面 那有财产呢跟身体强壮这些 则是次要的条件 那女生要如何呢 才可以呢就是有结婚的一个资格 女性的首要条件呢是要会织布 那如果呢当时呢会织布的女生 才可以纹面 在我们的泰鲁阁族里面 有纹面的女子呢才算是美丽的女子 那其次呢则是要勤劳 会持家极善良 其实现代人应该也是要求 希望另一半是有这些特质对吧 好那在我们呢传统的男女关系之间呢 在以前泰鲁阁族 我们的祖灵信仰 他们可以说是非常的深植人心 到现在呢其实都还是有影响着 我们泰鲁阁族的族民 因此呢在族人之中有的非常严格的规范 不能让我们未婚的男女 青年男女或已婚的人 有乐举的行为或动作 那他们呢在婚姻关系上 也有非常鲜明的规定 在以前的传统生活呢 男生是要怎么样表达情意呢 吹奏口黄情来表达情意 所以呢等一下在我们下一个表演呢 会发现我们的男性表演者里面 会一直呢有用到吹奏口黄情的部分 就是呢在对他喜爱的女子表达那个情意 那这首歌呢要来表达就是 泰鲁阁族男女青年谈恋爱的文化 那我们接下来话不多说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令美文化一出 来带来最后一个泰鲁阁之恋 掌声欢迎他们 喂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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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